但是我昨天看這個 所謂的朱立倫說的這份民調 我就覺得很好奇 他說終於趕上科批了 然後就是聽起來 好像是誤差範圍之內 然後但是賴清德又很接近 那所以這個三哈都是 三個人都在誤差範圍嗎 哇 那有拚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很好奇 然後我就跟這個朋友聊一下 我就說這難道是90萬的威力嗎 因為我們前陣子聽過這個金普聰 所謂這個侯伴的執行長說 坊間有很多民調90萬就有了 所以這個內參民調 是不是所謂的強心爭民調 讓國民黨選民就撐著這一波 723之後 你要相信我們還是撐得下去 你要相信我們還是撐得下去 我覺得喊話的這個用意有 可是不要忘了說 如果2000年那時候 夕元2000年那時候 如果我們當時回想一下 可能公布民調 半個月一個月做一次 然後那時候的媒體網路 也沒這麼發達 也沒這麼多人做民調 他可能會有一個效用 就是我丟出民調出來 選民趕快歸隊 就是他有希望 可是現在不一樣 你丟出一個民調 明天就一個民調打你臉 後天再一個民調打你臉 然後當選民投票又打你臉 這個就會變成笑話民調了